那上禮拜主要是讲到那个就是 SAMIF 跟那个CONIF 这两个还是其实用到的机率还蛮大的 那有关那个SAMIF 里面当然我们用一个 范例是研习时数统计 那这个统计里面的话还包含就是所谓的保护工作表 保护工作表呢那当然我们有用到VBA动态的去把那个 就是保护给取消掉会有一个ActiveShoot.unprotect的程式 另外如果你要把那个保护再加上去的话就是加一个就是把un去掉的话就protect 后面呢你就加上什么加上密码就可以了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动态的把那个 密码可以把它先取消保护 然后再把保护加上去那这一点呢其实还蛮好用 尤其是如果你用到VBA的话 当然 你不希望让使用者随便去动你的资料的时候 那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而且程式并不复杂了 其实就其实大概就记一行一行两行程式吧 unprotect跟protect差在un而已 其他后面都一样 那一行把它记熟的话 以后呢你尽量了我是觉得你只要 给使用者去 使用的档案尽量保护起来 好处是怎么样 他不会乱改 不会乱改的话 但就比较不会也真 出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出自 就是那什么 档案 太开放了 所以有的时候 尽量能够保护的就保护起来 他能够做的 最好是在一个 一个框架里面 比如说 用表单 或者是说 可能某个范围里面允许他修改 某些范围就不能修改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 你就不需要再为 使用者乱输入资料 要检查错误这件事情 而烦恼的因为基本上这可能 就不会再有这种问题发生 那当然呢我们在那个 VBA里面有撰写 城市有那个 密码 取消掉也有再把密码加上去 所以呢当然 那个密码已经写在VBA城市里面 所以你要记得 再把什么呢 再把你的VBA城市给保护起来 不然的话呢 当然如果会开VBA的 他就会直接怎么样 把你的城市 打开来看 原来你的密码是什么 当然 当然不是只有 这个部分啦 以后 如果你的VBA城市写的比较多的话 还是建议加一下密码 不然的话 其他人 也会看到相关的东西 那其他还有像 Counts的相关函数 像Countif 用的比较多 那Countif里面我们有用到 不同资料 不同范围的 那个资料的什么的 比对的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利用Countif来做 而且非常简单嘛 第一个先Countif 如果是E的表示是黑名单 然后再利用筛选 筛选里面筛选E 再把筛选出来的东西呢 复制贴过去 其实答案就出来 那剩下的如果你VBA不会写 用录制的 OK 所以你就 把那个动作录完之后 一键就可以完成 抓取那个黑名单 资料的这个动作 那其他还有像乐透彩 那乐透彩这个部分 我是抓101年跟102年 那如果说你希望 把历年来的 乐透彩或大乐透 因为乐透好像后来就 取消 改成大乐透吧 这历史可能你们自己在 查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那个大乐透 假设大乐透呢 他 里面的资料你可以搜寻 Google一下大乐透历史 那这里里面的话 你找到的话 第1个连结了 我印象中 我是直接把那个 在Google里面 直接输入这样 就是大乐透历史 Enter一下 就是一个关键字 第1个其实就乐透云 那里面当然不是只有大乐透 还有像什么威力彩 什么一堆彩的 甚至还有国内的国外都有 那其中的大乐透 他里面呢 最新的 2月6号的 开出来的号码 其实就7个号码 跟那个上个礼拜讲的 乐透彩还规则几乎一样 只差别是 他的号码是1到49号 乐透彩是1到42号 那一样会多一个特别号 那也就历年来 开出几号 从 他是 把历史资料呢 全部帮你排列在 总共 这个地方第1个配局 他会先显示第1个配局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网页 他的网址 他的 里面的那个程式 其实就是 这个这个 这个档案名称 这个叫什么 一个叫什么 这个 点ASP 后面问号 基本上这个是网页的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说 我给他一个参数 问号后面的就是他的参数 然后参数名称的话就index 配取 等于1 等于1 然后orderby new 意思就是说 从新的排到旧的 那所以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index 配取 假如说你给他输入2的话 Enter会不会变 第二个配局 其实你基本上你会发现 如果你输入2的话 等同是你点这边 他index配取等2 然后这边index配取等3 那依此类推啦 也就是说这边总共有50个配局 那假如说我希望 50啦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 1到50个配局 我希望一键呢就可以把 这些资料呢全部下载到Excel的话 这地方 该怎么做 我想这也是这一题的 范例的重点 当然最好是不是你土法链钢 不然你以前土法链钢的话 可能就是什么 先第一个配局 然后怎么样呢把这个表格 里面的资料选起来 然后Ctrl C Ctrl V 然后换下一个配局 Ctrl C Ctrl V 那你可能会需要做50次 那50就算了 你可能 他有更新资料 那你下一次你可能要再重做 一遍的话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 能够一键按下去 他就可以自动帮我把 所有的资料通通下载到我的Excel里面 并且 可以看到结果就是 我希望看到就是 这些资料呢全部就是在一个 工作表里面的话 这地方该怎么做 那我大概把最后做完的结果 demo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 这里面 开发人员这边我已经有做好一个 在 模组里面 这边有一个 大乐透下载 那这个是已经下载 已经做好的 那这个做完的 资料 这边应该 没有index 把这index拿掉一下 就应该是长得像这样子 然后 也许 我的一个sub名称叫大乐透下载 那后面这一段程式 基本上 你想 哇好长一段 其实这个不是自己写的 这个其实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就有这一段 那只是说录制聚集完之后呢 你需要知道 你该修改哪些地方 然后 改完之后的话呢 可能就是类似 长相这样 其实应该就这一段 然后把这个 那实际上就是 批示 大乐透下载 然后呢我执行给各位看 基本上 他就会怎么样呢 一个page 一个page 帮我 去把它全部下载 那因为我有50个page 所以我是fori 等于1到50 那这里面其实需要变更什么 其实就变更这个index page 后面的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呢 实际上是1 如果入市的话 那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i 那也就是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他会一个page一个page 帮我全部 通通都下载 到我的那个 Excel 好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个新的工作表 那大概要跑一下 因为好 等同是Excel 他在背后 帮你去抓 这些资料 OK 全部抓 那你会发现 从2月 6号 就是最近的时间 感受向下 就是2004年的 那个 1月5号 总共1000多笔资料 那这些资料在哪里 实际上就是在网路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第page 50页 那你会发现最后50页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一笔 那也就是说呢 刚刚实际上 我是利用Excel 帮我去网路上抓下来 然后跑一个回圈 自动就完成了 OK 所以你大概需要知道哪 几件事 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说 你需要呢 先知道Excel里面有个功能 他可以去抓取什么呢 抓取那个 网路资料的功能 这个功能的话 我假设我先从page1好了 比如说今天page1 那page1是我要抓的网址 所以你要先知道 一 我的网址在这里 OK UIL 2的话呢 把它先复制一下 复制要做什么 我先复制之后呢 再到Excel里面利用 Excel里面有个功能 他这个功能叫资料 里面有个叫从web 特别之后 web 其实就是网站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我的资料来源呢 是从网站上面而来的 那网站呢 你必须要给他一个网址 我们刚才复制一个网址 所以从web 然后你把刚刚的那个网址把它贴上 所以这个网址把它贴上 这个贴上之后的话呢 你按一个到 ok 贴上啊 记得 然后那边有个 是否执行 反正就执行 因为里面可能一个javascript 让他执行一下 反正就把它执行一下 那跑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从web 他里面的原理啊 他是把那个我们电脑里面的IE软件 帮你迁入到这边 让你可以怎样 使用IE软件的功能 然后做什么呢 也就载入到iesel里面 载入IE的东西 也可以再帮你丢到iesel里面来 ok 那当然原理原则是什么呢 特别注意 他最大的关键是 他会帮你把里面的什么呢 table 就是表格的部分 所以你告诉他说 我要这个表格 有没有你会发现 只要呢 他是一个表格的话 他的左上角 一定会出现这个箭头 那你只需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箭头呢 点一下 打勾来一次 就是说 我要贿赂这个 所以你按一个贿赂 那他会问你说你要贿赂到哪里 你贿赂到A1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他会自动帮你把 那个 第1个page 也就第1页抓下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需要50个page 那你不可能说我换下一个 再插入 那个 不 再从web 然后再插入到这边 那不是要做50次吗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呢 重复一直做50次的话 你只需要什么呢 把刚刚的动作怎么样 开个新的工作表 开发人员里面 记得好不好 做刚刚那个动作之前 请你怎么样 录制聚集 OK 一样的动作 所以 录制聚集 然后名称的话也许叫 批式 批式大乐透下载之类的 才是我打一个名称的 按个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你就把刚刚的动作 所以你可能要彩排一下 先试一下 资料 从web 然后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贴上之后 然后倒一下 那里面会有错 不过这个可能 JavaScript里面的那个 程式有一些bug 然后反正你就 就把它暗示就可以 那最后的话呢 你记得 就是 在这一些表格 其中一个你要的 打个勾 贿入 然后呢 贿入到A1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录制 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 你就把开发人员 把它停止掉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刚刚我这个名称没改 聚集1编辑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聚集1 里面大家录什么 它一定会有个with 到endwith 意思就是说呢 我会去抓取什么呢 它里面会用到一个 叫query tables的一个物件 把这个程式稍微再把那个 字放大一下 那主要关键就是那个query table 这个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add add指的是新增一个connection connection指的是连线 连到哪里呢 连到我们刚刚这个UI 网址 就是这一串 所以基本上 假如说我今天呢 希望让他反复反复做的话 我可能需要 几件事 1 写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1到50 把这个e有没有 改成i 改成i就可以了 OK 第1个 这个 第1件事情 我想这应该比较简单 第2件事情的话呢 这边有一个 destination 这什么意思 指的就是说呢 你将来要把 你下载的东西 放在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那预设是a1 你不能每次都a1嘛 为什么因为你每次都a1的话 他下一次第2页又把 第1页的给盖掉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需要向下追踪 Ctrl向下 追踪到这个位置的 下一列 就是我们下一个page要的位置 OK所以 大概呢 你把程式录完之后呢 你需要 改 两个地方 第1个 回圈 有没有 第2个是你应该放在哪里 a 应该都a蓝 的 就不是1喔 那你需要的是 他向下追踪 有没有 的那个 那个列 向下追踪的列 我们前面有写过的 那个地方就是你可以用个变数 抓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把那一列列号加1 为什么要加1 他 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嘛 对不对 那这两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一键按下去 所有问题 1到50个page呢 就可以全部下载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 我刚刚主要呢 做两件事 1 你先彩排一下 资料里面从web 你可以开个新的web 练习 从web 把刚刚的网址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他有错误了 你就按 去试 然后呢 再 到开发联盟 把刚刚的动作录下来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 下载网络资料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因为 基本上呢 我们只是把那个 从web的这个功能 把它录下来 你只需要 跑个 大家两件事啦 第一个是 写一个回圈 看你有几个page 那因为我们 刚好知道有50个page 所以你就 for i 等于1到50 ok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写到哪一个 那个那个位置的 就是 预设是a1 那你可能要把那个 那个e改成那个 或者用个变数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两个变数 一个变数是i 另外一个变数可能是r 然后待会跟各位讲怎么改 其实改这个程式还蛮简单的 所以未来有的时候 假设有些功能你不会写 你可以录制 但是至少录制完之后 还要学会一招 就是要修改 所以至少 可能你VBA入门 至少第一个你要至少学会 如何 录制聚集 的技巧 不能乱录 最好彩排过再录 第二个录完之后 再来做 这个VBA程式的修改 如果这些都ok的话 以后的话 很大部分的工作 你都可以很快的把你需要的VBA程式 写出来 应该不是太大 的问题 先试一下看看 然后 然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